杨过跟耶律奇双阵李莫愁打得非常漂亮 所以这里就有个疑问了 大家可以大胆猜一猜 如果耶律奇不是全真妻子任何一个人的徒弟 那谁能教出来这么厉害的人物呢 处子辈都不是 那还能是智子辈的那帮人徒弟吗 那更不能是青子辈的了吧 就鲁青独大德行的还能收入这样徒弟吗 他自己还弄不明白自己呢 好,所以我们先买个伏笔吧 所以以后,后来这个郭福啊 武士兄弟他们来了之后呢 杨过就更不想见他们了 直接不辞而别 一路来到了华山之巅 竟然在这里见到了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洪七公 老爷子到今天也是精神见术 虽然年事已高 但是这个风采不见当年 可以说是他这个明明说是要杀掉江湖祸害 葬边无丑的 但是这么一觉睡过去了 竟然三天都没醒来 杨过认为他已经死了 所以就把他给扔到山崖下面去了 刚一扔下去 就被藏边无丑给包围了 但是杨过也不怕他们 打算冲下山去 而杨过刚走出两步 就听见背后一阵风声 刷的一下一个人 从他头顶飞过 站在了他跟藏边无丑之间 这个人就说了一句 我这一觉睡得好痛快 一看正是洪七公 他这一下给杨过弄得大喜过望 藏边无丑更是吓得甘胆俱碎 刚才他装死 所以每次有人摸他的人钟 他都憋住气 那当然是大冬天的身体还凉 以为他真死了 他主要也是想看看杨过这个少年 能不能守得了三日之约 这时候他站在雪中 是淋淋升危 左手画了一个半圆 右手呼的一掌推出去 这个就是他平生绝技 小龙十八掌 这抗龙有毁了 这算是他的巅峰之作 站在最面前的这个无丑的老大 明知不能应激 可以也退无可退了 只能闭着眼睛 拼命使出失诚力去拼这一下 后面四个兄弟默不作声 全都各自辅助前面一个人的肩膀 武道力量 合而为一 对洪七公这一掌 但是五个人加起来也不行 到了洪七公现在这个境界 他怎么样 早就真挚化境了 掌力加强 正要一掌给他们五个人全击毙 但是还是想问他们一句话 洪七公就说 你们五个家伙 作恶多端 今日被老教花一掌毙了 死也瞑目了吧 那五个人都是双眼圆征 就正拼命呢 当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胸口被压得就喘不过来气 但是这个时候 洪七公突然挨了一声 收回了一点点掌力 就说你们的内功有点东西啊 你们师父是谁 他们就结结巴巴的说 我们师父是达尔巴 达尔巴 没听说过 那你们是哪门哪派的 他们说达尔巴师父的师父是西藏圣僧金伦法王 金伦法王 那是谁 没听过 洪七公就说 我只知道灵智上人 但你们的内功似乎比灵智上人更有门道一点 这样吧 叫你们的师祖爷来跟我比划比划 他们老大刚说了一句 我们师祖爷是圣僧活菩萨 哪能跟你 说了一半 后面的哥 赶紧给这哥们嘴捂住 你别说了 你别说的没用 他们赶紧说 对对对 虽然我们师祖爷是蒙古第一国师 天下无敌 但是您老人家也天下无敌 只有您才能跟我们师祖爷一较高下吧 这时候就听到后山 蒸蒸蒸的声音响起来 杨过一看 发现后山后面转过来一个人 身子倒转 这是欧阳峰义父 杨过大叫爸爸 欧阳峰没听见是呢 搜一下跑到了无丑的身后 突然用他的右脚 一股大力顶住 顺着这帮人的后背传导过来 跟洪七公这算是对上了 洪七公当然听到这声爸爸了 心想这小子是他儿子 难怪这么厉害呢 这么一来 欧阳峰这股汹涌澎湃的内力 算是通过脏边无丑的身体 传递过来 跟洪七公算是耗上了 两个人就这么硬碰硬 这比拼起来 你就想吧 自从华山第二次论见以来 这时隔十余年啊 洪七公跟欧阳峰 都是各自精进不少 两个人虽然中间再没谋面 可是一方面 欧阳峰逆转九阴真经 武功又怪又强 洪七公也是借着当年学过的 那个一斤断骨篇的加持呢 有所提升 两个人所以就是这么 还是拼了个不分胜负 两个人他俩也害怕了 这可苦了中间当肉顿的脏边无丑了 他们五个一会感觉很冷 一会感觉又酷热难耐 那是 当时两大宗师比拼 两股内力加在一起 那恐怕已经到了神仙的境界了 他们五个这骨骼就开始 哥哥哥哥哥作响 脸上一会冒汗一会发抖 感觉真是不如马上死了 欧阳峰突然就说了一句 这五个人内功 有点意思 欧阳峰也觉得他们来路有意思 他们这个师父打尔巴和始祖爷 金轮法王 那不是更厉害了吗 这会跟这两大宗师一样厉害吗 洪七公就说 他们师父说是什么西藏圣僧 欧阳峰说 我没听说过 那那个西藏圣僧跟你相比如何呀 跟我相比呢 洪七公说 跟我比我不知道 但比你厉害一点 怎么这意思是你比我厉害吗 听到欧阳峰一下就怒了 然后说了一句不信 洪七公其实这个过程 已经连续变化了 好几种不同的掌力了 都不能奏效 他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是心里还是十分佩服这个老毒物呀 心想别看他疯疯癫癫的 武功强得很 两人这次在交手 都是相互钦佩 各自退后一步 让了开去 这时候藏边无丑 就被卸了力道了嘛 这五个人都要喝醉了 摇摇晃晃 似乎已经不变东南西北了 好像丢了魂一样 这么一看 这怎么说呢 就是已经被两大公司给重伤了内脏了 这武功算全废了 就算是养好了伤也不能再伤人了 哪怕是寻常百姓 随便谁推他们一下都会摔倒的那种 洪七公就说 五个奸贼 算你们大献未到 那你们回去 告诉你们祖师爷金伦法王去 让他来跟我较量较量吧 欧阳峰说 对 也跟我来较量较量 你说他们俩这么大岁数了 好胜心都挺重啊 欧阳峰翻了个身 站直了身体 盯着洪七公 左看右看 看了半天总感觉十分眼熟 我就问 喂 你武功很好 你叫什么名字 洪七公说 我叫欧阳峰啊 你叫什么 他愣了一下 琢磨 你叫欧阳峰 那我该叫什么好呢 就问 我不知道 你一定知道 你一定知道我叫什么名字 洪七公说 你叫臭蛤蟆 蛤蟆这个词听着倒是熟 但是他当然也觉得人不可能叫这个名字 那还只是摇头 这主要是就是说十多年前的平生死敌啊 那见了面就算不记得名字 那种恨意也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那自然是盯着洪七公没露凶光啊 双方都暗自戒备 他当时两人又打吼一声 再度扑上去 洪七公这一出手 这回那就是降龙十八掌了 再不相让 掌风呼呼 欧阳峰也是施展绝技 两人一金带风 在万丈悬崖之上 打的可以说是凶险万分 豪气不减当年 这可给杨过看的吓坏了 心想这洪老前辈降龙掌 的确神乎奇迹 义父也是高深莫测 可毕竟两人年纪都大了 这山道崎岖之下 又下着大雪 两人这般打斗 在这种地方 再迈一脚 那就是万丈深渊 万一有个闪失 那可怎么办呢 毕竟精力不比年轻人啊 他俩还一边打一边叫喊 那一个说 你这老家伙厉害得很呢 另一个说 臭蛤蟆你也了不起啊 确实洪七公也是大侠风度啊 这个令人折服啊 再看他俩的这个招数呢 那真是把九阴真经的奥秘 奥妙之处使用的变化无穷 杨过学过嘛 所以他也没想到还能这么用啊 看得心仰难骚的 又盼他俩赶紧助手 又盼着能多学两招 内心也很矛盾 他俩就这么来来回回打 那可真是谁都拆不开 那竟然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对了千余招不分胜负 两个人同时感觉到心跳气喘 精力不济 可是两人还是意犹未尽 身体虽然疲劳 但是那些层出不穷的绝招 还都没完全展现出来呢 心有不甘 但是手脚确实是已经迟缓了好多好多 杨过就说呀 两位打了半日肚子也饿了 都休息一下了 洪七公一听要吃当机助手 杨过急忙把脏眠无丑之前拿上来那些什么鸡鸭鱼肉取出来给他俩吃 有菜也有酒都给倒上端过去 伺候着 洪七公那早就大口吃上来 吃半天都不带停的 杨过也给欧阳峰端过去 说爸爸这些日子你在哪里呀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欧阳峰眼睛一瞪说我在找你 听他这么一说 杨过内心一酸 心想 他始终惦记着我 世上也就剩下他还这么真心想着我 就说爸爸 你就是欧阳峰 这位洪老前辈是好人 你以后别跟他打架了 欧阳峰指着洪七公说 他不是说他是欧阳峰吗 那欧阳峰是坏人 洪七公那是一边吃一边笑 说对对对 这个欧阳峰是坏人 最大王八蛋早该死 欧阳峰一听 这怎么话里话外听 这么别扭 脑子一团乱 瞪眼看着杨过 又看到洪七公用力开始回忆 看到他这个直勾勾的眼神 杨过是内心最为不忍 给他伺候着吃了点东西之后 就又来到这个洪七公的身边 就说 洪老前辈 他是我义父 你连他身患重病神志糊涂就别再跟他为难了吧 洪七公看他说的诚恳就踮踮头说 好小子 那你倒挺孝顺的 那好吧 原来他是你义父 不是你亲生父亲 那好吧 欧阳峰突然暴跳如雷 听他这么一说 就站起来就说 欧阳峰 咱们刚才拳脚分不出胜负 那就比兵刃 洪七公摇头说 不不不不比了 算你胜就是了吗 欧阳峰说 什么叫算我胜 这不是胜负的事情 非杀你不可 回头折了一根粗树枝 当做棍棒 向洪七公头上狠狠就是一棍 这一下夹带着紧急的风声 那可真是微不可当了 那是当年他的那个蛇杖 纵横天下 杖法威力无穷的 但是不过 他那个杖法还要配合杖头的蛇毒 才更厉害 现在没有了毒蛇 那光凭杖法 那也还是呼呼带风 厉害至极 杨国感觉到头顶风声的时候 就已经被逼得喘不过气来了 洪七公当然也不敢怠慢 他也掀起一根树枝 当短棍 跟他来来回回打了起来 可惜洪七公打狗棒 已经交给了黄蓉了 所以那个并不在身边 他俩打得很公平 都是用这个树枝打 也挺好 只不过洪七公没施展打狗棒法 那是丐帮的镇帮之宝 轻易不能用的 但是也没关系 他所会的棒法 不止那一个 还会很多 这场拼斗 那当然比拼拳脚更凶险的多了 那又是另一番光景 只是看着杨国仿佛看到了 这个蛟龙盘旋 又似乎是长虹惊天 或如流星追月 看着他是惊心动魄 如痴如醉 这两人 你来我去 他一直又从中午打到了傍晚 天色黑了 还不肯罢手 依然是没分出胜负 杨国就想 哎呀 两人年事已高 再打下去地上这么滑 必有凶险 但是怎么劝两人都不听 哎 灵机一动 把这个菜盘子里边 那个什么山药土豆啊 用火烤 烤的香喷喷的 一边烤一边煽 我这这个香气也煽过去 洪七公当时闻着了 就叫了一声 臭蛤蟆我不打了 我吃东西 他跑过来就直接就吃 一边吃 一边被烫了 这烫 还难也吃 欧阳峰从背后追来 不依不饶的 正要再给他一棍子 洪七公 一个山药送他嘴 说你也吃吧 他抱着就吃 马上就忘了打架这事了 当天晚上三个人 就在山洞中睡觉 那杨国一直是陪着欧阳峰的 睡觉之前呢 还陪他聊天 帮他回忆过去的事情 但是毕竟杨国跟他相处的时间又不长 也帮不上什么忙 欧阳峰是一边敲打自己的脑袋 一边责怪自己想不起来 等欧阳峰被哄着睡着了之后 杨国反而翻来覆去睡不着了 他是看到这两个高人太多的这个拳脚兵器功夫 就这么多奥妙无穷的招数 别说上千招就几十招都够一般人学半天的了 杨国就反反复复想这些绝招 他虽然聪明的还是绝大多数想不太明白 光想也不甘心啊 那想到某一招 他还得出去到洞口掩饰两下 学两下 然后又想想又掩饰两下 这算是最顶级的示范被他看到了 当然想学会了 一直这么折腾到了半夜 这才疲倦睡去 等到第二天一早天刚亮 杨国就听见洞外呼呼呼又传来风声 好吧 这俩老头又打起来了 不依不饶的 杨国还想 这两个老人家这也是这场价难道不打不行吗 他只好继续就出去看 发现这次他俩一招一式都显得那么的条理分明 但是招数更惊险 那看来都是深思熟虑之后的高招 有时候看着洪七公是占了上风 但是过不上十几招 欧阳风又会占据上风 就这么反反复复 还是分不出输赢 但是等两个人再从这天早晨 一直打到了这天晚上的时候 这又算完完整整打一天啊 这中间阳过还是一样 伺候着吃一点 休息又打 两天不够来第三天 三天不够还得第四天 整整打了第四天 第四天之后 这俩人终于感觉到神困历法 他家伙 他俩算是 也算是打累了呀 那看来就算是宗师 毕竟也还是人呢 这体力值是有上限的 这天晚上呢 当欧阳风睡去之后 杨过就偷偷的来到了洪七公的身边 恭恭敬敬的说 请老前辈借一步说话 当洪七公跟着杨过出来 距离山洞远了之后 杨过突然哭通一下 跪在地上 连连磕头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其实也不用说什么了 这个意思再明白不过 这就是求他放过自己的义父 这份孝心也是非常令人感动 洪七公仰天哈哈一笑 就说好吧 我知道了 他提着木棍 这就要怎么样 这直接就打算下山而去 意思就是说 我躲开 我到别处也就湿了嘛 走得远远了 这个时候身后 突然一声怒吼 老家伙 你想逃吗 欧阳风竟然还是醒来了 拦着不让走了 一招过来 这个招数虽妙 但是洪七公接住了之后 也不觉得力气会有多大 两个人棍棒 都粘住了之后 就感觉竟然传来了绵绵的内力 那原来不是拼招数数 白天体力耗尽了嘛 那再打只能拼内力了 两个人就开始暗运内力对抗 其实这么十多年过去了 这洪七公已经不像过去 那么恨欧阳风了 火性大大减少 俗话说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耳顺嘛 所谓耳顺就超过六十岁的人呢 就已经能够听取别人的很多观点了 不那么坚持自己年轻时候想法 结果拼了几次 依然是一会儿拼柔劲 一会儿硬拼 杨过仍然是大为担心啊 就这么一来 那还是容易不小心伤到对方啊 那随便谁一分心 都可能都被上级性命的呀 杨过当然下意识的 他就还是希望义父 欧阳风能全身而退 能赢更好 脑子里就闪了个念头 就琢磨 我要是这个时候 给红老爷子背后偷袭一掌 那他定然会输 但是他就看了看洪七公 那是一副极其慈祥宽厚的模样 狭义而不是洒脱 早就对他大为折服 这一掌怎么可能打得出去呢 只好作罢 等两人又僵持了一会儿 他俩头顶就冒出了 丝丝白气像蒸笼一样 现在他俩其实也已经打到了 就想分也分不开的程度 已经无所谓是否能赢了 就只求自保这种感觉了 红七公就感觉自己已经内力耗尽 而对方却是怒涛拍案 汹涌不止 忍不住就说老独物 原来你是越疯越厉害了 老叫花今日性命休矣 他这时候料到自己定然要输 但又退不开 只能苦苦支撑 又这么拼了两个时辰 到最后杨过看两人是脸色大变 心想 再这么下去 他俩非同归于尽不可 但是我自己武功又这么的低违相差太远 我当然早想阻止了 没有办法 现在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就想着就是 我干脆拼着性命不要 我也得拦开他们 看到欧阳峰也是脸色愁苦 红七公是呼呼喘气 杨过一咬牙 运进罩住全身 伸出来树枝这么一挑 他俩的棍棒也都应声落地 原来这一下并不费力气 他俩的内力只有一点 从这个棍棒上传过来 但完全已经没有任何力量 两个人都到了游进灯窟 抢弩之末了 是啊 就算北盖吸毒是当世宗师 但是消耗这么多日下来 就突然被杨过这个内力一激荡 两人都同时坐倒在地上 杨过吓得急忙上前搀扶 发现两人都是脸如死灰 杨过就惊叫着说 爸爸爸爸 红老前辈 你们没事吧 两人都是呼吸困难 话都说不出来 杨过就本来是说 想扶着他们去山洞里面休息 但是红七公只是轻轻摇头 这才知道 就现在并不能挪动他们的身体 现在受伤极重 那只好在外面简单搭建一个草棚了 遮住一点让他们原地休息吧 杨过就是这个当晚啊 睡在他俩之间 怕他俩再打起来嘛 其实他不知道 这两人已经无法再打了 等到第二天 发现两个老人比昨天精神还差 甚至都有点奄奄一息那种程度了 可以说是气若油丝 杨过心中慌乱 又把这个山药烤了一点为他们吃 吃过之后 反正也还好 他们能勉强吃了下去 等到第三天 俺两人稍微恢复了一点点生气 杨过这才搀扶他们重新进入山洞休息 就这样 又连续养了好几天 这红七公的胃口 才算是重新恢复 两个人比以前吃的东西更多了一点 元气慢慢恢复了很多 但是欧阳风始终神色忧郁 一言不发 这两天呢两人默默相对 红七公就突然说 臭蛤蟆 你服了我吗 欧阳风说 当然不服 我还有很多功夫没使出来呢 我说全使出来 定然打得你一败涂地 红七公说 好 那我也刚好有好多没来得及使呢 你听过丐帮的打狗棒法吗 那一听 欧阳风内心一领 心想 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过 难道这个老家伙会使吗 其实这个时候 红七公已经有点后悔了 早知道之前打架 我就早点把这个打狗棒法使出来 我赢了他多好 那何必拼到现在啊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 欧阳风 逆练真经 招数虽怪 但毕竟 这个乱练 他不如正练 公平决斗的话 红七公还是略胜一筹 只不过胜的有点不明显 你将红七公不愿意占这个便宜 于是始终没使出 这个丐帮的镇帮之宝 棒法还是觉得胜之不武 结果现在就算是他想使也没力气使了 这可怎么办呢 灵机一动 他把杨过给叫过来了 说来小子 我告诉你 我啊 不是别人 我正是丐帮的前任帮主 你知道吗 杨过一点头 他当然知道了 那是他当年在全真教那几个月 总听其他小道士谈论 当今的这个武学高手 当年那些小道士们 就说到红七公的时候 就都说红七公 这个武功盖世 肝胆肇人啊 这那的 红七公就说 现在我要传给你一套武功 这个武功本来只传帮主 不传别人 只不过现在你义父小觑于我 我需要你帮我演示这武功 给他看看 杨过说 哎呀 不好吧 这个老前辈这个武功 本来不传外人 晚辈还是不学比较好 况且我义父神志不清 老前辈还是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是啊 现在好不容易他俩打不动了 那不打最好啊 红七公说 哎 我只教你姿势 又不教你运进技巧 你学来等于没学 当然更不会打伤你义父 你放心好了 杨过心里想的是 既然这个武功是盖帮震帮之宝 那必然有厉害之处 我义父真能抵挡得住吗 我又何必帮你去对付我义父呢 于是不停推头说不不不我不学 结果这时候红七公喊了一嗓子 说喂 臭寒啊 你儿子知道你打不过我的打狗棒法 所以不肯学这招数给你掩饰 这后阳风就直接就怒了 说孩子 我也有好多厉害的功夫呢 你为什么不学来给我看 你快去学 怕什么 好吧 那杨过无奈 只好硬着头皮去学这个打狗棒法 红七公就用树枝慢慢的给他讲解起来 第一招这个棒打双拳 这招啊 真是想想细细讲述给他 又演示了一下 杨过脑子灵啊 一下就记住了 马上去演示给欧阳峰 果然这招看到欧阳峰一呆 棒法奥妙啊 这一时之间还真是难以化解了呢 于是他就开始苦苦思考 真别说 想了一阵 想出来一招 马上交给杨过 杨过又去演示给红七公 红七公一看 哎呦 厉害啊 赞了一句 好棒法 这得亏是杨过给演示 这要是郭静给他们演示 那当年郭静 那一招不得给你学个半个月 那两人过一年也对不了几招啊 就这么 两人变成了大费唇舌的比武 拆了十几招 已经从早晨又到了傍晚了 哎 他俩倒不那么累 关键给杨过累的满头大汗 你心想你俩 这要不还是饶了我吧 这么下去 我也得累死不可 晚上休息 第二天又比 到第三天之后呢 三十六路 打狗棒法 杨过算是学会了姿势 都学全了 主要是这个 这个姿势也是非常繁琐 变化很多的 后招无穷无尽的嘛 光学姿势就能 能给他学会 那也已经是天才了 至于说 欧阳峰那边呢 他怎么破解这打狗棒法呢 他反正就是每一招 他都需要想很久 不过他每次想到的 破解办法呢 都让洪七公大为赞叹 竖大拇指 直到这天 所演示的这一招 是打狗棒法最后的一招 也就是绝招 名叫天下无狗 也就是说 这招是使了出来 那可以说是四面八方 都是棒影 把这个武功的奥妙 全都体现出来了 果然欧阳峰 这一晚上翻来覆去 自从看到这招之后 都在想这个劫法 他也是整整折腾了一宿 没睡好 到第二天 杨过还没睡醒的时候 欧阳峰就把杨过给吵醒了 说来呀 孩子快快快来 我想到了 杨过就揉着眼睛 一边打着哈欠 一边去学 也是很无奈 但是 当杨过看到欧阳峰的时候 大惊失色 发现他头发全白了 一夜白头 之前虽然说 他头发也不是说有多黑 属于灰白色 夹杂一些白发而已 绝对没有现在这么白 可见这一晚上 他实在是用心过度 几乎比昨天显得老了十多岁呢 杨过心中难过 又想去求洪七公停止比武 但是欧阳峰却在不断的催促 他只好去听 果然他这一招也是十分的复杂 就凭着杨过的这个聪明伶俐 加上他的反复解说 杨过也还是学了半天 才勉强记住 当杨过给洪七公演示完毕之后 洪七公一看 脸色大变 这一招何止是用厉害来形容 那简直天下再难有这样的高招了 忍不住一跃而起 大叫着说老毒 欧阳峰老叫花今天可真是真正服了你了 说是他兴奋的一把搂住了欧阳峰 一边搂着还一边哈哈大笑 说欧阳峰你这老毒 你怎么能想到这么一个绝招的呢 好欧阳峰好欧阳峰啊 这么几天的恶斗下来 欧阳峰当然也早就神困力乏了 听他这么突然几声欧阳峰叫下来 心中陡然一片明镜 数十年来的往事 瞬间全都想起来了 但是他现在呢 也已经再没有此前的凶悍的神色 也是哈哈大笑的说 没错 我是欧阳峰 我是欧阳峰啊 你是老叫花红旗公 他俩这两个老头 当是两个传奇高人 就这么抱在了一起 哈哈大笑 可是笑了一阵之后 声音竟然越来越低了 终于慢慢的 不再能发出任何的声音 直到最后一动都不动 杨过大吃一惊 连叫爸爸爸爸 红老前辈 但是他俩都没有一个人回答 上前当拉住他俩人手臂的时候 发现他俩竟然摔倒在地上 竟然已经死去了 简直不敢相信 又看两人这个脸上笑容还在啊 但是呼吸已经停止了 反复摸了摸两人的鼻息 这才整个人都不知所措的呆呆的站在那里 就脑子里是一片迷茫 这怎么说呢 北盖和西毒 他俩是几十年的这个仇恨 多少年来都互相让 从第一次华山决顶 华山论剑就争到了现在 一生都可以说是始终都在针锋相对 正邪不能两立嘛 但没想到最终还是一同死在了华山之巅 临死之前似乎是看破了一生的深仇大恨了 邪守大笑而亡啊 这也许就是他俩最好的归宿吧 只是杨过悲痛不已 他甚至盼着说 也许两人还能像之前 红七公那样是吧 闭气三天再活过来呢 可是悲痛之下一直等到了第七天 直到亲眼看到两人尸体开始变色 这才明白他们真的已经死了 这才大哭了一场 把他们两人的尸体分别埋葬在了两个坑里 红七公的九葫芦 以及欧阳峰的各种随身物品 全都分别跟他们的尸体一起埋入了地下 现在是前些天两大高手比武留下的那些脚印还在 人却已经没入黄土 人生还真是一场云烟啊 看得杨过是丝绸起伏 忍不住又感叹又伤心 心想这两个老人这么惊世贺俗的武功 到头来却是我这种为世人所不齿的小子来埋葬 看来这些虚荣的名声 什么威风啊 江湖地位啊 都不过是一场梦罢了吧 杨过就给他俩分头各自磕了八个头 这就打算下山而去 心想 说到底义父其实还是略逊红老前辈一筹 毕竟你真要是实打实的较量武功 哪能容得你等待那么多时间呢 如果当时你破解不了 那不就输了吗 而义父是靠着思考很久才能 破解红老前辈一招的 但是呢 这些神奇的招数 确实是也够杨过思考很久了 三十六路打口棒法 是吧 加上霍阳风最后那三十六招 毕生所学 全都是这个凝聚在一处传授给杨过了 这对他来说想必 也是巨大的一个财富吧 就看他以后能不能运用出来了 他这一路下山 继续琢磨着自己的这个人生方向 心想 这大地茫茫的 就只有我孤身一人 难道今后 我就这么四海茫茫到处飘荡吗 直到寿终正寝 寿命走到尽头吗 不过他上山的时候 虽然是满腔愤怒 而现在虽然只过了几天 下山的时候 因为见证了两大高手比拼 心境竟然已经有所不同了 他突然觉得俗事如浮云啊 就觉得好吧 世俗人你们看得起我也好 看不起我也罢 那也都无所谓了 轻是我重是我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下山而来 现在是在陕西南边的一处旷野 这个地势开阔呀 也是别有一番景色 看到远处天地之广阔 难免让人有一股豪气 冲涩胸膛 正看 发现有一群野马奔跑而过 之后就听到有一匹马 在发出哀鸣之声 原来有一个蟒汉 赶着一匹兽马 那匹兽马 看到野马自由自在的奔跑 在发出哀鸣之声嘛 就是他也很向往自由 结果蟒汉还不停的抽打 他说没用的东西 瞎叫板 看着杨过去就觉得很心酸 就直接过去就说 你好好的 你打他干嘛 芒汉说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给我滚开 不然连你一起打 突然一边下去 被杨过一把拽住 直接给他蹬地上来了 这哥们被杨过这一顿暴打 爬下来之后 跑下山 一边跑一边喊 有强盗 来人哪 有人管没人管 这方圆几十里 恐怕也没几户人吧 这你上哪报警 不是 你上哪报官去呢 当官也不来这种地方受罪 他走了之后 杨过就解开这匹瘦马的配头 拍了拍 他就说 你走吧 你今天自由了 但是这个马也不跑 他就在杨过的身上蹭来蹭去 说起来这个马 还让刚才那哥们给造的都没模样了 一身的赖子 各种皮肤病 毛也是有一块脱一块的 瘦的都剩排骨了 感觉快死了 那是呢 那估计他也跑也跑不动了呀 这怎么办呢 那算了 那好人做到底吧 再给他找点吃的吧 喂饱了再说 于是杨过就牵着他 来到了附近的这个镇子上 给买了好多的草料啊 豆子 麦子啥的 不过这马的食谱也很丰富的 各种古物他都可以吃 古代养来当牲口用的嘛 但是现代那真是没点资本 你根本养不起吧 杨过带着他 连续给他喂的宝宝的 吃了好几天 那果然他精神就恢复了 还挺好 马也不失前提了 是走的也稳当了 以前一瘸一拐的 这个几天之后呢 可以说是步履如飞 你看这明显是一匹粮矩呀 正经不错呢 这一天 骑着马来到了一个酒馆 顺着酒香 这个马直接就进了屋子了 他冲着别人的酒壶 就一直闻啊 还伸舌头要舔呢 这就要不拦着舌头 就伸人家酒碗里面去了 就赶紧给拽出来啊 喝酒 那哥们估计挺纳闷 什么情况这是 杨过也觉得挺好玩 说这怎么你还要喝点酒啊 那给你来点皮 那是白的呀 哦对这这没皮的 那就直接上白的呗 也不是啊 那个宋朝其实只有米酒 也是这个粮食味 它很浓郁 所以他就闻到了之后 就想喝嘛 杨过也不吝啬 一碗一碗的给马喝啊 呱呱呱呱呱 一会就炫进去十好几碗 你就想吧 那牲口当然比人能喝了 你把武松跟牲口放一块呢 还是牲口更能喝 对吧 十几碗下去呢 这当然差不多也就行了 再喝杨过也没钱了 这牵着又走 那他有点不太乐意呢 偶尔撂个卷子傻的 发发脾气 杨过他反正挺开心 跟他一路玩闹到不寂寞了 这个怪脾气跟自己 还是很搭配的 他俩脾气都不好 没事 可能就是他打马一巴掌 马踹他一提子 就捂的 就这么跟倔驴似的 反正他俩就成了 很好的伙伴 这一路啊 杨过时不时的就想起来 这个之前戏弄 李莫愁和陆无双的 那些种种的事情 想起来就感觉到 又好笑又有趣 况且把李莫愁 给玩的团团转 这是一个很值得炫耀的事情 这样穿到江湖上 那也能在人前李威了 一说 我把李莫愁给办了 你们谁能 都做不到 挺露脸的 所以高兴啊 但是呢 他偶然想到小龙女的时候 还是立刻就会陷入到 深深的思念 像想亲人那样的思念 这种感觉很怪 杨过就时而开心 时而愁苦 这么一路啊 一直是往东南方向走 慢慢的叫花子 数量越来越多起来 路上一百人的话 起码有五十个都是叫花子 这些人还都是身负武功的 从一代弟子到七八代弟子 什么级别都有 杨过就琢磨 他们这是集合起来 要干嘛呀 不能是要跟李莫愁一决雌雄吧 那我得过去瞧瞧热闹去 他也凑近到这个队伍当中 反正他穿的也破破烂烂的 就只不过他骑着马 有点与众不同 其他花子根本就没有人骑马 况且杨过有一件要紧事 想要告诉丐帮 他琢磨着你们 要是能跟大家好好相处呢 那我就告诉你们前任的帮主 红帮主 红七公老爷子已经逝世的信息 如果你们不好说话 那我就不说 爱谁谁 我才懒得告诉你们 到了中午就突然听到天空之中 传来两声雕鸣 一看这两头大白雕又来了 那看来郭敬黄荣马上就会到 丐帮的人果然也都是纷纷议论的说 黄帮主要到了 不知道郭大侠是否会到呢 另一个就说 他俩形影不离的 那必然也会前来 说起来郭敬现在名满天下 人人都叫他郭大侠 从杨过加入全真派之前 他们迎头就很响了 但是你看这个 红七公的确是在江湖上产奸除恶 做了好多年的侠义之事 可是郭敬一直 他住在桃花岛隐居 小时候我就不明白 为啥他一直隐居 没行走江湖 也没做过什么太大的攻击 怎么也成大侠了 当然我们也知道 他放弃了这个 成吉思汗的金刀驸马 这个了不起 不追求荣华富贵 甚至说 万一要是成吉思汗 当年那么喜欢 没准他让郭敬当上郭大汗 那可热闹了 蒙古郭大汗 这个汉人 很有可能 他又能争善战 要懂盟语 还会武功 还懂兵法 身体还健康 你看这个窝阔台 他身体就不太好 死得早嘛 所以说 这郭敬 他属于放弃了一切荣华富贵 这个确实不容易 可这个要是没人宣传 你老百姓也不知道啊 但是呢 后来全真派出各种事情的时候 江湖上有各种大事小情的 尤其是丐帮的估计 都得多少指望郭敬出头吧 就所以估计是这么个原因 威望就越来越高了 人格魅力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一个人一旦不喜欢名利 马上就显得与众不同了 杨过一听说郭敬 黄荣的名字 他马上就冷笑了一声 心里就说 以前我在你家吃闲饭 没少遭受这个冷落戏弄 那时候我年幼无能 以至于吃了不少的苦 此刻我以天下为家 可就不用再依靠你们了 也不用去这个依靠任何人了 待会我不如假装潦倒不堪 我逗逗你们 我看你们怎么带我 于是他就故意在泥里 打了好几个滚 头发都给扯乱了 还往脸上光光打两拳 打成熊猫眼 下手也挺狠 就这么一来 看着可太像了 比最惨的乞丐还惨呢 感觉他都快死了 旁边的乞丐忍不住 还得问大哥你没事吧 要不要叫郎中给您瞧一瞧病啊 杨过说没事 明天再死都行 好吧这太惨 反正一群人继续往前走 来到了一座废旧的大庙前 两只大白雕 就停靠在了庙前的一棵松树之上 武士兄弟在两旁 一个手托着盘子 另一个取盘子当中的肉 就扔上去喂雕 雕就能空中接住 显得十分威风 你看啊 就那个时候 就只有老百姓过年的时候 才能吃着肉 他们到拿肉 喂宠物 一下就显出身份来了 郭福现在倒不在场 杨过没看武士兄弟 对他俩没兴趣 一直找郭福呢 其实这个哥哥武敦如吧 他穿一身 酱紫色的袍子 现在是一副神色彪悍的模样 举手投足之间 这个精神十足 是啊 平时吃的饱啊 也有一绑子力气 那哪像杨过呢 杨过到现在也差不多 积一顿饱一顿 那当然杨过 他也不是吃不起 他是老折磨自己 武修文呢 穿一身宝蓝色的 这个绸缎长袍 身伐矫健敏捷 东奔西走的来会招呼客人 忙里忙外 他这个感觉就好像是 参加谁婚礼似的 他成了负责接待的人了 人人一看他俩都觉得 哎呦 我是俩好小伙 这少年英俠一表人才 杨过闲着无聊就直接过去 朝他俩鞠了个躬 就说 二位武兄请了 别来无恙啊 说的磕磕巴巴的 他俩当然认不出来 眼前这个灰头土脸的杨过了 武敦如只是随便鞠了个躬 就说 请恕小弟眼镯 这位兄弟您是杨过帅呀 小弟见名不足挂齿 只想求见黄帮主 听他说话好像有点熟悉啊 这毕竟小时候一起玩 过一段时间嘛 那这个时候 门口突然传来了一个 银铃般的声音 叫了一声 大武哥哥 我叫你给我买一根软一些的马鞭 你买到了没有啊 一看 这锅服来了 他这时候快步走来 穿一身淡绿色的衫子 双眉弯弯 小小的鼻子微微翘起 脸如白玉 颜若朝霞 美艳不可芳物 其实他穿的也不算是多华贵 只是他脖子上挂着一串明珠 硬衬着他 真是如同粉雕玉琢一般 杨过不是刚才正找他了吗 只向他扫了一眼 就感觉到自残行贿了 自己这时跟他一比 那都快卑微到尘埃里了 武敦如直接扔向杨过 从怀里掏出来一个马鞭 快速抢上 说哎呀 早买到了 你试试看 趁不趁手 武秀文也过去陪这个郭福说话 兄弟俩可以说是极力巴结 宛如天狗啊 当然也不能这么说 小男孩喜欢漂亮 小女孩 这个是人所难免 说了半小时 这个武敦如 他想来杨过这茬 顺手招呼了一个乞丐 说你去招呼他吧 帮我接待一下这个朋友 然后又转头跟郭福说话去了 这个小乞丐 他是个二代弟子 身份很卑微 他就带着杨过来到了角落 最不起眼的地方坐下来 待会儿就是说 能混口饭吃也不错嘛 就问杨过你叫什么呀 杨过就照实说 反正也没人认识他 这个小乞丐名叫王十三 他问呢 说哎呦 看来你也是得到英雄铁的邀请了吗 杨过说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他就在这装傻 那好吧 那你那你也来了哈 那那也不能说什么了 他就问 那你老兄 那既然不是应邀而来 那这次前来所为何事啊 杨过说呀 小弟流落江湖 突然想起以前跟黄帮主见过一面 所以来跟贵帮黄帮主借点盘缠 我好还乡 来借钱 这也不能算是江湖旧级吧 这王十三就琢磨 这旧级不就穷啊 这咋整啊 你说这个丐帮弟子向来 他还有个规矩 不能瞧不起其他穷人 大家都是一样的贫穷 说大家谁别瞧不上谁 所以还是尽量帮衬 就只好跟杨过说 哎呀那你先在这吃顿饭再说吧 我回头找机会 我就告诉黄帮主 其实这个王十三 他这个身份就根本没资格建帮主 就让他建长老都费劲 那也就是随口敷衍一下杨过而已 说话之间 饭菜已经慢慢的上来了 各种鸡鸭鱼肉什么都有啊 做的算是挺丰盛的 先犒劳一下大家 但是按照丐帮的规矩 你甭管什么肉 你驴肉马肉羊肉牛肉 你都不能完整的吃 必须捣碎了 搅和在一块 是吧 把这些个什么鱼香肉丝大盘鸡回锅肉 都给它搅和碎了 就看着跟干水差不多 这才能吃 不然你平时大鱼大肉吃爽了以后 你该不好意思要饭了 游奢入简难啊 总不能忘本吧 杨过一边吃着一边看着远处 郭福笑语盈盈 旁边武士兄弟始终是跟在左右 郭福去哪 他俩去哪 但我感觉上厕所总不能跟着吧 那应该不能了 那要是那样的话 那非得被郭靖打死不可 就听到武修文说什么 回头我提前把你那个红马牵出来 咱们今晚夜行提前赶到大盛关去 原来他们要去大盛关 那当然他们三个再没向杨过多瞧一眼 三个人直接当时就携带了行囊兵器 匆匆上路了 这都看在杨过的眼里 第二天杨过就跟着那个王十三一路走 这沿途除了丐帮的 还加入了一些其他帮派的人 大家都是去赴英雄宴的 对 还有一处更大的宴席等待着大家前往 很快到了傍晚时分 他们的大队人马就都来到了这个大盛关 说起来这个大盛关它是哪呢 南京也有个大盛关 但我们说的不是那个 我们说的是河南境内的大盛关 这个地方现在大概是在河南省的这个罗山县 等于是望西走没多远就到了信阳了 而从罗山县一直望东的话 他就能来到安徽的定远县 这个横着的整个这一片区域通常都是地势险要的 异守南宫之地 所以在当时也好 在历朝历代也好 通常作为兵家必争之地 所以他们所去的这个大盛关呢 就靠近信阳 这河南湖北的交界地嘛 当时也属于蒙古和南宋的交界地了 沦陷区的这个江湖豪客 以及南宋的江湖人都能来这里 共同参与很方便 来到大盛关之后 这个各路英雄又都穿过了市镇 走了七八里 发现前面有几百棵槐树 包围着一个大庄园 进入院落 这个庄园内房间是一间挨着一间 真是一处大户人家呀 房间多的简直数不过来 足够接待上千人了 给杨过也安排了住处 之后王十三就找别人玩下来 不再理杨过 这个庄园的家丁 他也前后奔走 接待客人 各色人群是川流不息 真是热闹啊 杨过还琢磨 这户主人是谁呀 这么大的气派 不是一般人吧 过了一阵 砰砰砰 放了三声炮 接着鼓乐手开始奏乐了 就有人说啊 庄主夫妇来了 这个排场果然很大 一帮人就都说要去瞧瞧 杨过也跟着过去 就看到众家丁是分站两旁啊 都聚集在了院子里 于是接客大厅的屏风里呢 直接走出了一对中年男女 从屋子里走出来 他俩都是四十岁上下的年纪 年龄跟郭靖夫妻相仿 男的穿一身紧袍 留一点胡须 脸色威严 女的呢 是皮肤白皙 看上去是一个 丝丝纹纹的贵妇 四周巨人说 哎呀 这个是陆庄主和陆夫人啊 这个是庄主夫妻 等于说出来迎接贵宾来了 很快从大门外 直接走进了一对夫妻 正是郭靖 黄荣到了 看着杨过脸上一热 他也有好多年没见了嘛 急忙往后躲了躲 就不想在这么多人的时候 跟他俩相认 多年不见 郭靖的气度变得更加沉稳 毕竟人到中年了 而黄荣呢 面带微笑 风采不减当年 杨过还嘀咕说 这郭伯母原来如此美貌 我年少之时倒没在意这个 郭靖只穿粗布长袍 穿着很朴素 黄荣呢 穿一身淡紫色的这个绸缎长衫 他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打了两个补丁 表示他是丐帮帮主 现在郭福和武士兄弟三人 倒是乖乖的跟在了郭靖的身后 旁边就有人议论着说 这个是郭大侠 那个是黄帮主 他俩身后的是他们女儿和儿子吗 那有人说不是 女孩是他们女儿 两个男孩是他的徒弟 随后还有客人驾到 再一看 来了四个道士 杨过直接怒从心头起 原来来的是广宁子好大通 还有一个老道姑 那个是孙伯二 以及一个赵志敬 还有一个尹志平 现在智志辈的这俩人呢 他也人到中年了 权真妻子都很老了 那是啊 你想杨过都这么大了 眼看都长大成人了吗 杨过一看他们四个就恨得牙痒痒 虽然不认识孙伯二 但是也一起恨上他了 就觉得权真派就没有好人 陆庄主夫妻都朝孙伯二 拜了拜 都叫他师父 怎么个意思呢 其实这个陆庄主啊 他不是别人 他就是当年的陆冠英 也就是陆成锋的儿子 当年做那个太湖的强盗头子 那个时候太湖陆家庄 后来被欧阳峰他们一伙人给捣毁了 于是他后来就搬家到了大圣关这边 时过境迁 陆成锋也已经亡固 但是陆家庄还是被经营的很兴旺 至于说陆夫人这个贵妇一样的女人呢 当然她就是程妖家 程大小姐了 现在也是中年女人了 也别看她思思文文的 她正经是孙伯二的高徒 这这么多年下来 想必武功也已经有很多的提高吧 当年这个丐帮弟子和郭靖黄荣是救过程妖家嘛 所以程妖家一直是对丐帮感恩 所以很多年来只要丐帮有事 他们一家都是责无旁贷 尽量帮忙 所以这次大圣关的英雄宴 他们也是帮忙接待大家 直接把陆家庄当做了英雄宴的据点 郭靖是陪着郝大通等人来到了大厅 向前来的众位英雄一一引荐 郝大通则是说 本来这个马刘邱王四位也接到了请帖 本来打算前来 但是马玉师兄最近身体欠家 于是其他三位帮他运工疗伤 那他们也只好派我们代他们问好 是这样 黄荣就说好说好说 几位前辈太客气了 你说当时也不去医院 他们自己在家就能疗伤就行了 这反正也挺厉害的 这也就是说要硬挺过去嘛 反正大家最后都入座了 好朋友相见相互问候 郭靖跟尹志平算是旧日好友 拉着他入座一边吃一边聊 一时之间可以说是人声鼎沸 一片欢腾气象 但是尹志平似乎心不在焉 那眼睛一直是在人群之中四处寻找 赵志平则是一阵冷笑说 尹师弟龙家那位不知道会不会赏光 还说的尹志平一阵脸上变色 郭靖当然不知道他俩聊的是小龙女了 还问哪一家龙家的英雄是两位的朋友吗 赵志平说不是频道的朋友 是尹师弟的好友 他俩这个对话两人神色都很古怪 郭靖自然是也察觉到另有别情 也就不再方便询问了 突然之间尹志平在人群之中就看到了杨过 这下吃惊不小啊 群身一震如同五雷红顶 因为他觉得既然杨过在了 那小龙女可能也会来 赵志平看他表情突变 顺着眼光一看 也看到了杨过 当时他也神色大变怒吼一声杨过 是杨过 你这小 他想说小畜生 当着郭靖的面硬给咽下 郭靖听到杨过这两个字 急忙转头看 他跟杨过也是分别多年 杨过都从一个小孩变成一个大小伙子了 相貌当然变化很大 但他看了两眼马上也认了出来 心中是又惊又喜 急忙快步走过去 拉住了杨过的手 这话语之中那是说不尽的欢喜 就说过儿你也来了 我只怕耽误了你的功课 所以没邀请你来 但是你师父还是把你带来了 这太好了 是啊 杨过叛逃出重阳宫 他们全真教都是引以为耻 当然没向外界透露了 郭靖当然也就不知情 本来赵志靖前来参加英雄宴 就已经想着找机会 把这事赶紧告诉郭靖 没想到竟然还能遇上杨过 那更忍不住一腔怒火 顾不上太多了 当时脸色铁青的说 贫道何德何能 哪敢做杨爷的师父 这话说的太重了 郭靖大吃一惊 说这赵世兄何出此言 想必是小孩不听教训 惹赵世兄生气了吗 郭靖又回头看看杨过 一看他是一副鼻青脸肿的模样 衣衫蓝绿满身是黑泥 就一看他心里也怪难受的 心想这孩子看来也没少受苦啊 过去一巴巴杨过抱在怀里 杨过反而浑身暗韵内进 加以防备 当然郭靖怎么会伤他呢 郭靖只是单纯对他十分爱恋 还朝黄荣说了一句 荣儿你看这谁来了 黄荣看到也是一争 但也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 好啊你也来了 杨过倒从郭靖的怀里挣脱了 说了一句 我身上脏 别弄脏了您老人家的衣服 这话话里话外饱含讽刺 但是郭靖没听出来 只是心里难过 心想这个孩子从小没爹没娘的 看来他师父也不疼他 攥着杨过的手 要他现在跟自己坐在一起 就说你坐到我身边来吧 那杨过只是冷冷的说 我坐在那边的角落就好 郭伯伯您去陪贵客吧 确实这时候全都是客人都等着呢 那要照顾的人很多呀 那郭靖确实顾不上先照顾他 想着说待会我们再说吧 那就点了点头 至于说赵志靖呢 他倒是也没继续发火 毕竟要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把全真教那些事都给说出来 那要是再跟杨过争吵起来呢 全真派可以说是又显得丢人了 那于是他就只是脸上冷笑 什么都没再说 郭靖是真把杨过当亲侄子一样看待的 一直都很惦记他 于是拍了拍他肩膀 回到了主宾的席上 久过三旬 黄荣站起来就说明日是英雄大宴的正日子 他有好几路英雄还没来 今晚各位请开怀畅饮 咱们明天再说正事不迟 一群人轰然叫好 而且继续吃喝起来 宴会结束 陆家庄的那些个家丁呢 就安排着各路英雄都回到各自房间休息 赵志靖则实在低声的跟郝大通商量了什么 看来他要找机会 现在跟郭靖说说杨过这事了 现在九席之上 人群全都散去了嘛 就留下了他们这几个人 果然好大通点点头 赵志靖就站起身来 一拱手说 郭大侠 贫道有付重托 实在是惭愧得很 今日是付金请罪来了 郭靖急忙回里说 赵师兄过谦了 咱们借一步到书房说话吧 对 他们也觉得这事 还是找个更安静的所在 咱们坐下来 慢慢说比较好 他补充了一句说 小孩家想必得罪了赵师兄 小弟定当重重责罚 好让赵师兄消气 他这几句话是朗生而说 故意也是说给杨过听的 当然不是说真的要怎么对付他 更多就是个场面话 当时是极其看重父子君臣关系嘛 这得罪了师父 那总是小辈不对 你这个面子你总是要给的呀 他也没办法 但是杨过听了心里就有气 心想 待会你只要骂我一句 我转身就走 管你是谁 如果你敢打我 我也不拒 就算打不过 我也跟你拼了 他说的是郭靖啊 赵志靖他是能打得过的 只不过就现在其他一群人 没有一个站在他这边的 什么好大通啊 孙博二等等等等 人家都是一路嘛 他内心就有了这种打算 反而不拒了 挺起胸膛 跟着就去到书房 旁边让这个武士兄弟和郭福也都听到了 他们仨也感觉到好奇 他们仨就小声嘀咕商量 尤其郭福啊 突然发现原来这个就是以前的杨过呀 怎么现在这么一山蓝绿呢 他内心对杨过是产生了一种同情的 主要是一看他跟旁边这个武士兄弟这哥俩 这只穿衣打扮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当然杨过是故意的 这另说啊 说明郭福这个女孩嘛 他还是有很善良的一面子 他就低声跟武敦儒说 哎 爹爹送他到全真教去学艺 不知道他武功静静如何 跟咱们比谁更好一些呢 武修文就接话说 师父武功天下无敌 他怎么能跟咱们比 郭福就点了点头说 他从前根基就不好 想来也难有什么进境 但是怎么又搞成这副狼狈样呢 武修文就说 你看那几个老道跟他直瞪眼 想必是这小子的臭脾气又闯了大祸了 他们也听到这个郭静说 待会要责罚杨过嘛 就商量着说 这偷偷的去书房 藏书架后面偷听一下 要不要 武敦儒比较稳重 他很反对 他说最好别这么干 这个不好 武修文却跃跃于世啊 他一定要陪郭福去 郭福右脚在地上一顿 脸线怒涩 就说 你就总是不听我的话 得 武敦儒一看 他这个清称伯怒 嘴角撅起来的这个样子 那简直是美极了呀 一下就心软了 就看着他烹人心动嘛 那当然是再也抗拒不了了 哎呀 英雄难过 美人官呀 何况是舔狗呢 当三个人在书房的书架后面藏好了之后 郭静 黄荣夫妻和全真教的赵志敬 郝大通等人呢 就也都陆续进来 加上杨过 分开坐下 郭静 招呼杨过就说 你也坐吧 但是杨过说我不坐 他等于是现在独自一人 面对全真派四个人 和这个郭静黄荣六大高手啊 其实他心里还是感觉到很害怕的 这里好几个都比他武功更高啊 那气势上也是压迫感十足 任凭你现在武林中任何一个人 你现在站在这里都不敢放肆 何况是一个他这么年轻的小孩呢 那谈上那句话 郭静是真把他当自己亲侄子一样对待的 也从来没跟他说是见外过 所以你要是说他要是见外的话 没把你当亲人 那当然谈不上什么责罚 对全真派这些人呢 那郭静也都是很尊重 都是师长啊师兄啊这些人 他想的也比较简单 心想那不用问了 那不管怎么个是非取之 那定然是做小辈的不是 那当时他就板起了脸 就像杨过就说 小孩家的这等大胆 竟敢不敬师长 快来向两位师叔祖和你师父师叔 磕头请罪 这怎么说呢 其实一方面当时武林极其看重君臣父子 这种尊卑秩序啊 这要是换成一般人 那怎么样 早一大嘴巴抽上你了 你对了也得打你 何况你叛逃出师门呢 按说郭静这个口气 其实已经是相当相当温和了 主要还是可怜他这个孤苦伶仃嘛 这语气 是算训斥了 但是严格来说 已经是温柔到不能再温柔了 赵志静就突然站起来 冷笑的说 贫道怎么敢忘居杨爷的师尊呢 郭大侠 你还是别出言讥讽我了 我们全真教 也没得罪你郭大侠 他又回头跟杨过说 杨大爷 小倒是给您老人家磕头 赔礼如何啊 算我眼瞎 不识的英雄好汉 这句话给郭静黄荣说的都十分诧异 看他越说神色越怒啊 但是他这几句话给黄荣听的心里也有气 心想我丈夫也没得罪你 你至于这么说他吗 是啊 那郭静一下让他说的也挺下不来台的呀 黄荣就说 那是我们给赵师兄添麻烦了 当真过意不去 但赵师兄也不必这样发怒 这孩子怎么得罪了您 您请坐下来细谈吧 赵志敬就大声的说 我赵志敬这点臭把势 哪配做人家师傅 那不是让天下好汉笑掉大牙吗 那是 他不但没坐下来 反而声音音量越来越大 这一看就是要来吵架的 不过他说的也是 他现在确实是已经打不过阳过了 黄荣听得直皱眉 就说起来 这个黄荣他本来对全真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好感 当年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邱处基 骂过他小妖女 是吧 还要强行让郭静取穆念慈 黄荣也是个有点记仇的人 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已经不介意了 但是你突然这么大声叫嚷 太不给面子了吧 郝大通和孙伯二也看出来 马上阻拦 当然他俩也很理解赵志敬 这事全真派没人不生气 但是孙伯二就说 志敬 好好地跟郭大侠和黄女侠说 你这般暴躁成什么样子 我们修道人修的是什么 他这么简单一说一句话 那个赵志敬当时就老实了 说了一句 是 郭静说 过儿 你瞧 你师父对长辈多有规矩 赵志敬还说 我可不是他师父 杨过这时候也大声说 他不是我师父 这给郭静黄荣听得更不明白了 这怎么连杨过都不认他了 这千百年来都是一日为时终身为父 你想郭静这一辈子洪气功 江南奇怪 那么多师父 从来都恭恭敬敬的 啥时候说过这么忤逆的话 还当场跟师父瞪眼 这简直闻所未闻 古今罕有 一生气 就指着杨过说 你刚才说什么 他一生气 加上嘴笨 又不会骂人 当场气得脸色铁青 黄荣平时极少见到郭静气成这样 就低声说 静哥哥 你别生气 这孩子本性不好 犯不着生气 杨过其实刚才本来心里是非常害怕的 当着这么多的高手 但是突然听到黄荣说这么一句 他本性不好 立刻火就蹬的音上来了 况且刚才还本来对自己很温和的郭伯伯 竟然都变得这么鸡言吝啬 马上就把心一横大声的说 我本性本来就不好 用不着你说 也没求你们传授我武艺 你们 都是武林中的大有来头的人物 何必使诡计害我这么一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呢 他说完 他自己也是眼眶微微一红 但还是咬牙忍住了 绝对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哭出来 因为的确他也想到自己没爹没娘 但是心想过 今天我就算被你们杀了 我也不能流下了笨滴眼泪 这下给郭伯伯伯和你师父传你武功 那都是瞧着你过世爹爹的交情上 谁又用诡计害你了 这句话让郭伯伯说的是结结巴巴的 这看得出来已经是恼怒至极 杨过也不着急 慢慢的说 你郭伯伯对我自然很好 我永不忘记 黄荣就说那你郭伯伯自然是亏待了你了 你爱记恨也由得你 杨过心想都到这个地步了 那我干脆撕破脸算了 我大不了一死有啥怕的 就反而侃侃而谈的说 郭伯伯 你没待我好 可以没待我不好 你说传授我武艺 其实只是教我读书而已 我没跟你学会一招办事 一招武功都没学会 但读书也是好事 小职总算是多认识了几个字 也听你讲了不少古人的故事 可是这几个老道呢 他现在是手指好大同赵志敬 恨恨的说 总有一日 我要报拿血海深仇 郭靖大惊失色 说什么血海 这从何说起 他也看出来了 这事又糟糕 根本就不是一般的小过节 杨过就接着说 这姓赵的道士 自称是我师父 但不传我丝毫武功 那也还罢了 他还叫好多小道士来打我 郭伯母不教 全真派也不教 那我当然只有挨打的份了 还有这个姓好的 当年有个老婆婆 爱我怜我 她却把人家活活打死 来姓好的臭道士 我来问你 我说的是也不是 他是想到这个孙婆婆死在他手里 每次都咬牙切齿的 现在也是恨得 恨不得上去拼命 说起来好大通这个人呢 他本身其实并不坏啊 他那个时候是意外打伤了孙婆婆 他也不是算是故意的 但是毕竟闯了祸 他这么多年以来都是良心难安 因为全真派多年来 产奸除恶只杀坏人 从来不欺压良善 按理说好大通已经 现在是江湖上人人都尊敬的尸壤了 那现如今 这个修为境界也已经很高 要不提这事的话 本来还没什么 但是现在突然被杨过这么一提 好大通突然想起当年一掌打死孙婆婆的那些情景 那个情景简直是历历在目啊 这是让他本身就已经夜不能寐 郁郁不安的事情 就再度涌上了心头 一瞬间他脸如死灰 那这个时候他也没带兵器 那突然一把抽出了赵志敬的长剑 郭靖吓了一跳 以为他要伤养过 急忙站起身来挡住 但是好大通当了一声 把剑扔在了地上 当着众人的面就说 不错 我是杀错了人 你现在就给孙婆婆报仇吧 我绝不还手 其他人看的都是大惊失色 一会儿看杨过 一会儿又看好大通 郭靖更是生怕杨过 现在提起来剑伤人啊 叫了一声过儿 不得物理 杨过则是冷冷的说 你明知道郭伯伯定然不许我动手 却来这里显什么大方 你要真让我杀你 你为什么不在无人之处把剑给我 好吧 杨过这小子 只要他开口都怼的人是哑口无言的 黄荣好像都不见得能占得了他上风啊 好大通也是武林前辈啊 你被这么一个少年训斥的哑口无言 当时可以说是尴尬至极了 是你把剑递过去也不是 抽回来也不是 他只好一咬牙 咔巴一声把剑掰成两截 往地上一扔 说了一句 罢了 罢了 随后大踏步走出书房 郭靖看看杨过 又看到孙伯二 本来还想说什么话挽留一下 但人家早就走了 随后就问杨过 怎么 全真教的师父们没教你武功 那这几年你都在做什么 他语气现在也缓和了好多 杨过说 郭伯伯上中南山之时 大败重阳宫数百道士 就算马丘王等真人不介意 别人难道就不介意吗 他们不能欺负郭伯伯 难道就不能在一个小小孩子身上撒气吗 他们真的恨不得打死我才痛快呢 又怎么会敲我武功啊 你问我这些年在做什么 我告诉你吧 我这些年过的是暗无天日的日子 今日还能活着来见郭伯伯 已经是老天爷有眼了 郭靖一听他这么说 更是内心惭愧 脑子一团乱 旁边赵志靖大吼着说 小杂柱你胡说八道什么 因为他看郭靖显然是已经信以为真了 当然着急了 这解释不清楚了 说起来暗无天日这个词 那还真是杨过故意这么说的 毕竟古墓确实没有阳光 但是正当所有人都相信杨过的时候 黄荣感觉这里不对劲 因为他偷瞄的杨过有个细微的神情 就是这些个慷慨 这个激昂的话里面 的确说的是自自在理 但是他眼珠却一遍一遍的 这个在那滴溜溜乱转 这虽然一闪而过而已 但是明显是在捣鬼 被黄荣给发现了这个细微的神情 心想这小子狡猾的很 一副机灵狡猾的神色 就说这么来说 你一点武功都不会 在全真教白白耽误了几年 对吗 说话伸手一掌 劈过去 照着杨过的天灵盖就去 这一下是他桃花岛的绝技 骆英神剑掌 加上十几年的功力下来 可以说黄荣现在的神法 跟李莫愁差不多都不相上下了 就算真打起来 杨过也不是个儿 他当然不会真打 他只是想试探一下 朝着杨过头顶的百会穴就去了 这一下是真劈中的 那是必死无疑的 于是郭靖刚喊了一声容儿 但已经来不及阻拦了 是 这招现在是郭靖也阻拦不了的 可想威力之大 杨过本能的最开始 身子是往后一仰 他也感觉到害怕 本来是想躲开 或者是说用手给他架开 其实凭杨过现在的本事 虽然说真刀真枪 还是打不过黄荣 但是你要说 把他这招给架开 那是他能做得到的 那这样一来 那怎么样 不就证明他会武功吗 那不就谎言被拆穿了吗 而且他也猜到黄荣 这是在试探自己 虽然看着吓人 本来他就想 我跟郭伯母也没有深仇大恨 你还能真杀了我吗 可是他又琢磨 万一他真下狠手呢 人心难测 那我要是不搁挡 好像被白送死了吗 想到这里 一股倔强就涌上了心头 心想 我是怕死的人吗 我还真就不怕你了 来 你又本人你弄死我 那于是 就在这电光火石的刹那 手钢抬下来一点 立刻放下去 竟然真的毫不动容地迎接 他这致命一掌 但是凭在场任何一个人都想不到 就这么端端的一刹那 这小子已经转了八百个念头 黄荣果然 他是即将碰到他的瞬间 见他竟然嘶吼不加躲闪 只好停手 只见他脸上的确是这个惊慌之色 异于眼表 确实是出自真心 那是啊 杨过害怕 那也是真的怕 黄荣也就微微一笑 就说 我不穿你武功 那是为了你好 全真派的道也 想必跟我心意相同吧 说话 他回身入座 然后低声跟郭靖说 他的确没学到全真派的武功 郭靖刚点了点头 杨过内心当然是得意极了呀 都快开心的笑出来 那也憋住了啊 那一瞬间黄荣就琢磨过来了 心想 好小子 我险些上了你的当 你这小鬼 真是浑身没长别的 竟长新眼子了呀 是啊 他记得当年在桃花岛的时候 杨过是使过蛤蟆弓的呀 那已经有些根基了 不能一点都没有啊 咱就算退一步说 就算你一点根基都没有 那正常人有人打你 你怎么可能那么无动于衷 生死罐头 你难道连伸手拦一下都不会吗 他所以他就说 好小子 好好好 我算你聪明 看你这鬼聪明 过了头 要是你慌张之下 随手阻挡 我或许才能真的被你骗过去吧 现在你装作一窍不通 反而露出了破绽了 那于是当时他也不说破 只是冷笑着看着杨过 杨过也不理他 黄荣心想 我看你接下来 你还能搞出什么鬼名他 这一下给赵志敬看的是怒火中烧 我一看黄柔试探 也没试探出来 那大家都信了 那这不就证明 全是我们全真教的错吗 当即就怒吼着说 小畜生 诡计多端 黄帮主 你试不出来 我来试试 然后就指着杨过鼻子说 小畜生 你真的不会武功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接招 道爷 我可不会留情的 他当然知道自己打不过杨过 但是他也拼的就是一个 我就要拆穿你 我要么被你打死 要么我打死你 你要是真的装到底 那咱们就试试 有本人你不出手 好 我就直接送了你的性命 他也顾不上郭靖的面子了 心想我大不了 我跟郭靖夫妻也撕破脸 没什么 看他这样 郭靖本来还说了一句 且慢 但是黄蓉拉里拉 他袖子就说靖哥哥 你别管 郭靖毕竟还是得听媳妇的 那只好一头污水的又坐下了 你说郭靖这人也是 你说他中军爱国尊敬师长吧 其实他当年他也是谁说都不听啊 他就要跟媳妇私奔的一个人呢 所以说这个尊重父子君臣 是那样的 当年他也好学没给柯正恶气死啊 这其实也蛮有个性的 不过或者可以说 他说他是真的很想要个漂亮媳妇吧 所以你说这是漂亮姑娘 那真是给谁看谁不迷糊呀 那杨过怎么办呢 郭靖想的就是说静观其变吧 要是杨过真有危险 我马上出手去救他 赵志靖于是就跟孙伯二说 就说这个孙氏叔 这小畜生假装不会武功 待会我要是被逼无奈杀了他 请你们给我作证吧 当然孙伯二不会说什么了 就是说可以 杨过让全真教 那他已经很下不来台了 当然还是想挽回面子的 赵志靖这样一来 他有师叔撑腰 胆子就更大了 一个窝心 就不是窝心脚啊 他就是说 他这一招是全真派入门的第一招 第一天你就能学会的 叫做天山飞度 但是这个寻常的一招 被赵志靖使的是肛中带柔 着实厉害 最寻常的道士 他都知道怎么破解这招 那最好的就是这个套路第二招 退马士杨过偏不用这招 大叫了一声 哎呦 左手下垂 挡住小腹 也不躲闪 当赵志靖如此猛恶的一脚过去 杨过手指关节一立 赵志靖 他倒险些把自己右脚的大祸穴 给直接送过去让他点上啊 急忙退回来 但是脸已经胀得通红 幸亏他是全真派第三代弟子的第一高手 要换一个可能就找了道了 郭靖黄荣在杨过身后 当然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还以为赵志靖又留了情了呢 接着赵志靖 左掌虚晃 这招来的飘忽不定 最终他会用右掌攻击杨过的左脸颊 但是早被杨过用玉女心惊的一招给克制了 他装作双手抱头 但是右手胡乱在前面遮挡 左手放在这个左脸的这个手指向外一顶 依然是跟刚才一样 这次赵志靖也没看到 这个他右掌一拍过去 直接穴道被点了 嗷一嗓子退开 手臂当时酸麻 杨过还大呼小叫说 不得了不得了 妈呀妈呀 赵志靖狂怒之下 一脚又过去 又一样 依然被杨过点中了他脚踝的赵海穴 又嗷一嗓子退开 这俩人给他疼的 咕咚一声 直接跪地上了 而且还给杨过面前跪着 这一下现眼现大发了 孙伯二急忙把他给搀扶起来 后背拍了拍 给他迅速解开了穴道 杨过一看这个道姑出手迅速 功力果然不一样 急忙退到一边 孙伯二虽然修道多年 但是看到这种事情 难免心中也是极为恼怒 被玩的团团转 况且他是眼睁睁看出来 杨过武功是全真派的大克星 就他自己出手 那也未必能赢 直接说了一句 还呆着干嘛 走吧 说后转身而出 纵身上了屋顶 而失魂落魄的尹志平 随后还想跟郭靖黄荣解释几句 但是也被赵志平拦住了 说你还解释什么 还不够丢人的吗 拉着他也走了 当然以郭靖黄荣的眼力 也能大概猜到是赵志平被点了穴道了 郭靖以为是有什么其他的高人帮忙呢 他向窗外张望呢 但是黄荣觉得应该是杨过在捣鬼 但是不知道倒的什么鬼 同时他看到这个全真派这几个人呢 都是拂袖而去 那是全无礼数 想起来也是心里有气 并不挽留他们 然后很快就察觉到了书架后面的郭福他们 就说福儿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那然后于是郭福这才笑嘻嘻的走出来 他说我跟五家哥哥来这里找书看呀 刚巧你们之后又进来了 我们不是故意的 于是他每次他一做个鬼脸 他妈都能原谅他 但他多了解他自己姑娘啊 那平时这三个孩子可以说是什么都爱玩 这唯独不爱看书 你要说他们突然想读书 那真是太阳西边出来了 正要训斥呢 郭靖跟武士兄弟就说 杨家哥哥是你们小时候的同伴 你们好好招待他一下 给他找一个房间让他住下来 因为他还有别的事情 就离开这屋了 这场恩怨在这里 这才算是基本的了结了 他们都走了之后 这屋就剩下杨过和武士兄弟叫郭福了嘛 武士兄弟看他刚才被师傅这小杂重长 小杂重短的骂了半天 而且穿的这么破衣烂衫 那当然不太看得起他了 又看他一点武功都没有 那就更轻视了 那是啊 那凭他们的这个眼力 哪能看出来杨过身怀绝技呢 随便找了个家丁 让家丁给安排他住处了 郭福这个时候到突然对杨过的身世感觉到好奇 他就问了说杨大哥 你师父为什么不要你了 杨过说 为什么师父不要我呀 那原因可多了 我这人呢 又笨又懒 脾气还不好 又不会装舔狗 伺候师父闺女 也不会买什么马鞭子 驴鞭子啥的 你看他这话说的多气人 是杨过当然是讨厌武士兄弟 对自己那种轻视的那副嘴脸 故意是嘲讽那哥俩呢 武士兄弟一听 我去指桑骂怀你 这武修文当时就忍不了 你说什么呢 杨过说没什么 我就说我不中用啊 讨不到师父的欢心啊 他这两句倒给国福说的 嫣然一笑 他说 你师父是道爷 难道他也有女儿吗 你还真别说 这国福这么一笑 那真是犹如一朵 玫瑰盛开 真是名艳动人呀 杨过看他这么美 也是脸上一红 轻轻的转过头去 不敢看他 国福呢 更是另有一番想法了 他是 平时这个武士兄弟 跑前跑后的 给他伺候习惯了 就给这哥俩摆不得团团转 他当然早不当他们一回事了 所以突然看到杨过 倒觉得挺新鲜的 而杨过呢 他看了看四周 就发现这个房间里啊 装饰的很雅致 墙上挂着一幅对联 那是当年陆成峰所写的 上帘是桃花影落 飞神剑 下帘是碧海潮生 暗欲潇啊 洛款写的是 五湖废人 病中涂鸦 那个是陆成峰怀念恩师 黄耀师的时候写下来的 杨过虽然不认识这些人 但是看到五湖废人这几个字啊 他也是突然心中感慨 百感交集的 他在想 谁会自称自己是废人呢 可见这个人当时他有多凄凉啊 这种心情我也体会得到 我又何尝不像一个废人一样呢 我又有什么成就呢 想到这里突然按人神伤 一下忘了刚才弃走赵志敬 他们那时候的那种得意洋洋了 虽然杨过跟眼前 郭福他们这三个人年龄差不多 也就大上个两三岁而已 但是他心境好像已经比同龄人老了十几岁了 想到自己是一生东飘西荡啊 忍不住安然身伤 所以他呀 还真是跟他爸杨康是不一样的 杨康他是一心想着享受 一想到荣华富贵就忘乎所以了 而杨过是偶然开心一会儿 却又总被那些往事所折磨 他正发呆出神的时候啊 郭福就低声说了一句 杨大哥 你这就去安歇吧 明儿我再来找你说话好不好 杨过说 好吧 他根本就没太当回事 当他随着家丁离开这间房间的时候 还隐约听到那屋里 郭福向武士兄弟俩发脾气呢 他说 我爱找他说话 你们管得着吗 他武功不好 我会求爹爹教他的 他们怎么还起内哄了呢 你就想吧 平时郭福怎么跟他俩说话 那都是 你给我做这个 你给我拿那个 今天一看 哎 那哥俩就想 他怎么对杨过这么温柔啊 那这哥俩肯定别扭啊 这又不能直接问 就不能说 哎 你为什么对他这么温柔 所以武士兄弟可能就说 开始说坏话 说杨过这小子坏得很 人品又不好 武功还差 别甭理他 结果郭福反而不高兴了 就说我就理他 你看 所以好 这回书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我们下回书再说 我还要再说